黄澄澄泥巴水从柏油路面喷出 统统灌进一旁店家 水流进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泥巴水瞬间变小河 老板娘吓得不知所措 根本来不及挡 甚至淹进了后方房间 好不容易水退了 但淤积的黄澄澄泥巴 没办法清 因为淹水后便停水 现在你们要水一整不停啊 哇 那个都是泥巴啊 人家都不能进啊 你们看到里面就还湿湿的 小吃店自助餐 还有沿路超市全被波及 中秋节别人家过节烤肉赏月 苗栗头粪竟然有八万多户大停水 就是因为自来水管线突然爆裂 大水通通关进民宅 还把马路搏油炸出大坑洞 事发突然来不及储水 损失惨重 今天就是要做生意啊 你看小伙伴好一个户房啊 民众抱怨好好的中秋节 淹水后又停水 预计午夜十二点 水公司说这条自来水管 已经埋设三十五年 疑似老旧烈化引发爆管 八万两千户因此停水 中秋连假第一天 假期毁了 记者彭志明杨洁 吴彭新 苗栗报导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